大雨像密密麻麻的沙網 蒙住了高雄岩城 想要撐傘 狂風卻讓傘開了花 老天爺下大雨止不了 但苦的是花啦啦的水 全部都激在路面上 甚至慢進家門 趁雨停走到馬路上 開車就像是開遊艇 騎車就像是騎水上摩托車 行程走路要拿傘來探虛實 怎麼會醃成這樣 也很清楚的說明了 韓市長在治水上是有防滅的 抽水站的主要的2號抽水機 他就故障了 那一直到今天早上搶救完畢之後 然後接著又第二次故障 真的是讓居民氣架 原來大雨來了 抽水設備卻壞掉 加上這個區域就在愛河邊 一漿潮少了防護 馬路民宅全泡灘 抽水設備壞了 議員直指這要不要國賠呢 而另一個被質疑公部門疏失的 還有4月底韓國瑜 親自主持通車的這個路段 4月3時自由路復興 路歡喜通車 結果雨一來就淹水 排水溝還沒有濕坐 所以有一些就是路面的 路面的大雨的激水部分 沒辦法馬上宣洩 搶通結果水路不通 結果就是市民淹大水 這樣的情況韓市長 你還要再一二再再三腔調 你清淤跟水溝通的口號嗎 搶通路水路卻不通 單純是老天爺突然搶降雨的關係嗎 抽水設備壞掉 側溝沒有做 也讓人忍不住質疑 韓國瑜團隊都不用負責任嗎 三天新聞邱邵陽薛仁洪 朱宇蓉 高雄報導 阿勞